台灣或者是國際很多大小粉紅 對美國要推這個台灣政策法 很多的批評 我們反過來這樣講 如果不是中共這些年來 對台灣 對亞洲 對世界局勢跟這個國際和平 構成挑戰的話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這麼多國家跳起來 然後要去制裁他 要去對付他 你說這個阻止中國崛起 不是 阻止中共崛起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習近平跟普京的會面 有沒有蜜月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兩個表現得越熱絡 然後越拉近 越給大家印象是 你們真的要挑戰國際秩序 所以我們必須把你擋下來 這是他們現在尷尬的地方 他們不會面就覺得落單 一會面就覺得說他們在勾結 所以這個局勢坦白說 我也不曉得怎麼去幫他解 然後只有看他們自己 第三個部分就是剛剛一直在講的 中共不等於中國 不等於中國人民 那這件事情被人家宣傳之後呢 或者被人家打中之後呢 中共非常恐懼 因為真正打到它的要害 這麼多年了還需要裹挟中國人民 再跟它站在一起 現在一個每個人告訴我們 中共不等於中國 也不代表中國人民 我再說一次 如果大家都看懂了 中共不等於中國的話 然後也不等於中國人民的話 那為什麼全世界這麼多大小粉紅 你們還要被中共騙 你們真的應該想一下 是 尚佛律師 對 我覺得一個世界的善惡的區分 跟一個人的種族跟族裔沒有關係 從你哪個地方來 講什麼語言都沒有關係 而是跟你的價值觀念有關係 為什麼是反共 那是因為它價值觀念是完全邪惡的 那個是很基本的 無論基本上各下是哪一個國籍的人 或者是哪一個文化的人 基本上你要反對一個基本的 邪惡的價值是核心 今天呢 世界兩分 一個是以那個美歐為主體的 也建立起那個台灣政策法的一個 新版本 外委會嘛 那參議院外委會嘛 還有那個歐洲也有那個 台海刑事決議文嘛 是一塊 那慢慢慢慢會挺台 抗共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肅 另外一方面你看到 中俄之間也抱團取暖 那是飛蛾撲火 那大家組成一個同盟 形成新秩序 或認為現在世界新秩序是不公正的 以為可以建立一個 自己以為公正的秩序 這個是新同盟新秩序 新秩序比新同盟還要嚴重 因為你新秩序會導致到 整個世界的價值觀為之改變 這個地方是非常的惡劣 所以兩個陣營慢慢形成 我覺得經過幾個月的發酵 會越滾越大 我認為說真的不要以為 可以搞平衡兩邊的一個策略 站在正義的一方很重要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